大家好,我们开始第三堂课进入到我们每一个部位的实际训练的环节 那么首先我们先从胸部的训练开始 那么我们在第一轮的这个各部位介绍当中的主要介绍的都是每一个部位的最基础的训练 那所谓最基础的训练的就是这个动作可以最全面的最全面的去练到目标肌肉的整体 对它的肌力、肌耐力以及肌肉的维度都会有最直接的这种帮助 那以胸大肌为例,我们第一个动作介绍的就是平板杠铃卧推 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都知道胸大肌分成上、中、下三步 那么平板杠铃卧推如果把它做到个体最理想的一个这种方式 那么它就可以最全面的练到上、中、下三步 那平板杠铃卧推很多人做如果细节上是有差、有错误的可能只有下步会有参与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如何正确的去做这个平板杠铃卧推 那么我们现在说是以整体的 那首先,我们建议大家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先不要太盲目的追求重量 就这个重量你自己选择是完全可以做到15到20次的这样一个重量 然后当你把这个动作反复的去练习很熟练了之后 我们再去增加那么可以增加到8到12次去力竭的这样一个重量去做组 做三刀刺组 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身体的一个基本姿态 首先我们坐在这儿 两个脚要打开形成 就是两个脚和臀部形成一个尽可能的一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结构是最稳定的 同时呢,脚呢,要比膝盖略微的向后踩一点 好,这个时候我们躺下来 躺下来呢,便于起杠 同时呢,又不会磕到这个器械上呢 那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呢 就是杠铃呢,大约是在鼻尖 对着鼻尖这个方向 可以在略微再往下躺一点点 对,鼻尖到眼睛之间这个方向 好,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说你一个是也容易把肛中取下来 再一个呢,就不会磕到上面 好,然后我们再说身体的基本姿态的下面几个步骤 一个是脚才好 然后呢,这个膝盖呢 膝关节呢 在这个臼上略微的有点向外展开 那这个小动作呢 就会让你的臀部的臀中肌臀小肌 有一定的收缩 那么臀部的臀中肌臀小肌收缩呢 会让你的骨盆增加稳定 你的骨盆稳定了 有了支点 那么你的上面的脊柱和肩甲 才会有一个更稳定的一个这种平台 然后我们的肩甲啊 背骨是平扑在椅子上 不要刻意的时间往后去缩肩甲 但是呢 要把肩甲尽量扑平在凳子上 同时呢 胸椎要向上顶 顶胸椎 好 头啊 平放 当然就说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辨识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再去介绍 不同的辨识有不同的去年的重点和目的 那么我们两个手 握具 在大臂 乘一条直线的情况下 大小臂乘90度的情况下 这个宽度啊 就是一个标准的宽度 它是属于中握具 那窄于这个握具呢 我们把它称为窄握具 宽于这个称为宽握具 那么窄握具和宽握具呢 都会 不能完全亮到整体 可能宽的会更贫重外侧 窄的更贫重内侧 那我们在后面的进阶阶段再去介绍 那么现在我们探讨的是 能够最大化平均的亮到整体 那我们就采用 中握具 对 在这个宽度 然后五指朝天 五指朝天 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手能够内侧 外侧和内侧都很 实在平均的接触到这个 横杠 这个就是一个最理想的接触 在这个技术上 全握 然后在起杠之前 我们 先吸一口气 把气顶住 这个时候你是稳定的 吸口气不要卸 出杠 出杠 然后把它移动到 胸大肌中部的 中部的上方 这个时候把气吐出去 换一口气 再吸气 吸完气之后 两个肘自然向两侧打开 杠铃对准胸的中部下落 对 然后推呼气 那么我们再说幅度 我们每一个人的关节承受力 包括胸的后股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往下落的时候呢 你要感觉到 整个胸大肌中部 有一个拉伸开的感觉 同时肩呢 没有很大的掰的那种压力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 用胸大肌的力量向起推 对 推下来的时候 不要完全锁关节 就是推到他现在这个 对这是锁关节 这个关节的压力就很大 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好 我们再做几个啊 对准中部 好 对 直上直下去走就可以 对 你的主观意识就是直上直下 你的胸的感受呢 始终在中部 对 再来几个 坚持一下啊 对 OK 好 来 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那么我们 给大家一个 引导 就是你在推的时候呢 当前提先把这个形式做对 就刚性的这个形式做对 当这个形式做对之后 你要加入一个 意念的想象 这想象什么 就好比说 我把手放在 触摸在这个胸上 他在推的时候呢 更多的意念呢 是用这个 想让这个胸肌鼓起来 去用这个肌肉去顶我的手 对 这种感觉 对 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你更多的去调动胸肌 同样一个动作 如果你把意念 放在手上 我就要把手处出来 那么胸会不会参与呢 肯定会 因为你毕竟角度是在它上面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比重 也会有三头的参与 因为人的本能 当你想推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是拿胳膊放力 所以这个时候 同样的一个动作 你的主观意识 设定 不是用 去推动作 去推这个东西 而是说 要把这个肉股起来 那就会有 更多的力量分配到胸肌 确实 对 刚刚推完有关系 对 要出在一起 对 然后呢 我们再说 就是刚来 再补充几个细节 那一个是节奏 对吧 就是说 当然前期你练动了 也谈不上节奏 先把动作做对 做对之后呢 节奏就很关键了 因为我们想讲肌肉呢 你一定要快肌纤维更多的 才能进去 那快肌纤维呢 它的特性就是 快速收缩 所以同样的重量 你要用这个 这个重量下 尽可能快的速度 去推起来 推起来之后 落的时候要慢一点 落的时候要慢一点 才能让更多的 肌纤维 在落的屋中的目击进来 所以一个节奏呢 就是推的时候 第二个节奏去推 快起慢落 同时呢 呼吸要配合它 就是说我推着 别刚毅 还没起 有的人还没推呢 还没使劲呢 先把气吐了 这个卸劲 所以说呢 在启动的这一瞬间呢 其实是我们肌肉 最困难的阶段 我们也称为 叫粘着点 或者叫单位点 这个点 我们需要 有一瞬间 气势顶住的 然后过了这个点之后 是不是 对 然后下的时候 在下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放慢动作 就是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加快 欢迎到正常速度 就是这种感觉 把这个节奏再做出来 然后我过去 再说保护也很重要 对吧 我过去 就假设说现在 我们现在 因为是演示的重量比较小 但假设说 我们现在就是加到一个 它正常做组的一个重量 那么保护的这个人 一定要帮助去起杠 因为告诉大家 就是说 百分之 就据统计 百分之八十的受伤 在这种训练当中 如果你不是一个 胡练的人 你就是一个正常训练 所以你在训练过程当中 受伤的概率并不高 就是能起落杠的过程 是特别容易导致 一些关节损伤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主要的目标 就还没有完全的受力 都是一些关节在支撑 所以说起杠的时候 一定要帮助它出杠 对 然后帮它移动到 它的肌肉受力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时候 下的时候呢 不用去线给它 跟着走 快去 对 对 看我保护这个姿势 对吧 假设说它现在力竭了 下的时候 要让它提升的慢 起头要稍微补点劲 对 稍微补点劲 然后回杠 往它回来 也就是说 保护当它力竭的时候 尽可能的 不要让它这个节奏憋住 还要保持原来它受缩 那种节奏感 然后呢 在它举 就是开始出现 动作 变得缓慢的时候 其实就是它力竭的开始 稍微给它补一点劲 再多做几次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虚拟的效果会更好 然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发地的感觉 来 出缸 就好比说 我现在 来 把手放在这 对 然后你落下来的时候 感觉我到这个点拉伸开 然后当你推的时候 你就想想象用这个胸肌一个肉 来顶我的手指 对 往我这个点顶 让这个点鼓出来 对 对 你看镜头 给胸肌一个特写 你看 非常明显的胸甲肌的一个起伏 这个是这种感觉 如果我要正常做 不注意的话 对 这个起伏就会明显小很多 它也有 但就会小很多 那么 第一轮的这个胸部的动作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 基础的优波推 那么这边可以跟大家很负责的说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说胸肌特别个性化的那种偏肺 就是说特别明显 比如说上面亏的很多 或者什么 就是你就是一个出击者 如果你把功能调整好 这个动作做对 其实在出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你的胸肌都会有很大的进步